孙大人 证据探墨的银两 都找到了吗 臣信不辱命 你被死了吗 我 皇上 孙凛逊 阴谋小人他诬告我呀皇上 皇上明察呀皇上 黎黄大人 你可知你当初被贬出境 为何会被突然召回来 是因为皇上 想要找回被你探墨的银两 没想到你是滴水不漏 后来我得知了你 陷害了陵远道 又企图嫁祸于我 于是和皇上商议 与邵春结合 联合设下这个局 好让你露出狐狸尾巴 梁金冠此人势力庞大 故而我会配合皇上演一场戏 让梁金冠以为自己反败为胜 待他放松警惕露出马脚 再将他们翼翁打尽 追回全部葬营 老爷告诉我这些 想让我做些什么 我要你假意与我决力 帮着梁金冠对付孙家 并想办法 凝除梁金冠安插在宫里的人 记住 这一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包括余劳 若能将梁金冠的势力连根拔起 帮我父亲 还天下一个公道 邵春自当尽力 孙君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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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金冠 皇上 皇上 梁金冠 足足三十八万两银子 多少老百姓的血汗 你 其罪当注 来人呢 皇上 来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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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愿我啊 皇上 沉愿我啊 皇上 孙大人 委屈你了 能为皇上效力 臣干脑涂地在所不息 御楼还没有下落吗 还没有 让少春把他找回来吧 当初也是梁警官眼线太多 演戏只能演全套 委屈他们了 朕一定论功行伤 对了 假死的常嬷嬷一家怎么样了 皇上放心 他们一家安然为安 臣早有安排 那就好 朕全部都会论功行伤 一个都不会少 谢皇上 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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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